鄭忠基的那個巴跟某某人很像 我就很眼熟耶 蛤 很眼熟喔 哪有什麼 那是誰啊 那個陳寶蓮啊 這邊也是一直 很眼熟 唉唷 也是玻璃喔 對啊 這麼說他也是我的情敵 鄭忠基好久不見 為什麼最近我看到這東西 覺得他有點憂鬱呢 有一點憂鬱 對啊 剛開始的這東西 跟現在已經產生了一些變化 有一點不一樣 事實上他本身其實並沒有什麼 這個很大的改變 但是呢你就會發現 剛剛我所講的 明星他是公眾人物啊 就有很多這個 是外來的負荷跟壓力 然後慢慢就加在他的身上 你說他能夠做到真正不在乎嗎 那如果是真的這樣 我剛剛也不會這麼語重心長的 很誠懇的再說幾句話 對啊 可見他現在的身處的狀況 就跟我剛剛講那個就不謀而合了 是不是覺得最近有一點壓力啊 之前就是一開始那個時候 就會想就是 自己做自己音樂 然後 比如說上通告啊 或者是錄完音之後 就可以過自己以前的生活 就是喜歡去哪裡就去哪裡啊 喜歡跟誰聊天就跟誰聊天 就跟誰聊天 出去出去 然後現在慢慢就覺得 可能就會比較沒有那麼自由 然後 就會變 就只好 只好就是自己去接受 因為這條路是自己挑的 我覺得 所以這個鄭忠基 其實目前喔 他最煩惱 而且讓他憂鬱的就是 八卦滿天飛 所以我們來看看 到底 這麼快就進八卦是吧 好 先看看 先來看看 到底我們所有的這個歌迷 對鄭忠基 最有興趣的這個八卦到底是什麼 好 好不好 與女宣傳傳出緋聞 請問你 一天都跟女宣傳相處幾個鐘頭 一天啊 應該是從 上通告 第一個通告到通告結束 有時候都會 報告睡覺前嗎 你們公司沒有來宣傳嗎 我那個部門沒有 我那個部門沒有 那我們呢 有拍到你們公司的 宣傳的VCR 來看看 現在先先看 VCR 好 這樣說 你有到過他家 去過幾處 真的嗎 那鄭忠基有沒有送過 什麼禮物 禮物啊 嗯 錢算不算 他給過我三萬塊 五千 哎呦 三萬元 交情很好啊 例如 他大概只要每次來台灣的話 都會因為他 到晚上一兩點啊 三四點啊 五六點啊 都可能 都可能會 那他有沒有請你吃過飯 當然有 當然 常常啊 比如呢最好的 最好的啊 嗯 最好的是去年 呃就是那種你知道 魚翅啊 燕窩啊 龍蝦啊 是那種 全套那種set 一個人五六千塊的那種 他來台灣喔 上通告 我都一直拍通告 然後他都一直上通告 然後呢 所有的錢都在我這裡 台語毛錢都沒有 所有通告費都在我這裡 你這個手錶也是拿他的錢買的 不管是 牽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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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爸爸 牠爸媽來台灣的時候 帶牠去看牠的房子 好 傳聞中的三位 嗯 宣傳都已經 今天都已經上了我們的螢幕 已經現身了 你跟這三位的關係 你有沒有解釋一下 我解釋 我不記得第一個說什麼 第一個說什麼 第一個說三萬塊 為什麼 第二個三萬塊 第一個 第一個三萬塊 月付三萬元 對啊 為什麼 那是 是因為尾牙 尾牙 然後我捐錢出來 對台灣 流行這樣子 然後我特別就是 留了三萬塊給我自己的部門 我自己的宣傳部 所以我有捐給其他的部門 但是那個是特別給我自己的宣傳部 他就是拿到那個三萬塊那個人 對 A小姐拿到了三萬塊 A小姐 那B小姐呢 B小姐一毛沒拿了 B小姐怪怪的 他說你跟他都 你請他吃魚翅 三點多啊 四點多 五點多啊 六點多 跟他這樣見面喔 因為他是幫我去聯絡導演 拍音樂錄影帶 是那些導演 然後溝通 很多時候他都會 都會 就是工作很晚 這樣子 然後他都會 比如說 有什麼消息 他都會馬上打電話給我 因為這個是我要求的 可是你好好喔 你為什麼要給這個宣傳吃魚翅呢 像我平常請我宣傳都請他吃那個剉冰而已 對啊 不只是他 是整個 整個 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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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跟你關係很深 都很有關係囉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 就是 譬如說做我專輯的話 就是幫我一起工作 然後每天都跑來跑去 而且比我早起床 比我晚回家 所以他們也很辛苦 所以我覺得 就是每一個宣傳去結束那個時候 要不然就是我 我賺到那些通告費 我就集合在一起 要不然他們去度假買東西 或是我們吃東西 這樣說起來我可以感受到 鄭中基他這個 他是有大哥的風範 他這個 有些人你不要看 跟製作單位相處了多年 一毛不拔的人 多的是誰 從來沒請過 誰 像我是不能這樣 算在這裡面 雖然我沒有請過他們什麼 但是第三個人就比較難 好 第三個這個問題很大喔 見過父母 還帶他們去看房子 對 為什麼你所有的這個通告費 你都要交給第三位 你們是不是認識婚嫁了 因為他是我宣傳部主管 我在台灣住的房子 都是他幫我去租 幫我去聯絡 可是在這邊我要說一點 我覺得我非常欣賞鄭中基的一點 哪一點 這個是一個八卦 但是我聽說 聽說這個八卦讓我蠻感動的 因為我覺得要求我就做不到 你知道鄭中基來到台灣 他所有上通告 所有的那個宣傳費 就是那個拿到的錄影酬勞 他全部都交給宣傳 就是把他們當成他們薪水之一 他完全一毛錢不收 所以他等於來台灣做宣傳 完全免費也就算了 而且是倒貼 掌聲鼓勵一下 而且要吃魚翅耶 而且要吃魚翅耶 這個齒鋒不可掌 這個齒鋒不可掌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 我們要吃魚翅 我是這樣 我雖然也跟鄭哥一樣 我常請人家吃魚翅 但是我都是有目的的 我還要吃鮑魚翅 開玩笑 我要是先吃不到什麼肉丸 我怎麼可能請吃魚翅 現在我們要問問觀眾朋友 相信他所有的見識的話 鄭哥剛剛所解釋的三個女生 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的人 請按鈕 人氣很亂 相信耶 好 那現在呢 剛剛我們看到是 所有的人都相信鄭中基耶 可見呢 這些謠傳的空穴來風 其實讓鄭中基帶來 就是名副起始的八卦啦 對 很多的傷害 所以以後這方面 我們八十幾票的人都相信 所以以後這方面 你又可以拿掉一些障礙 所以以後這方面 所以要再放在欣賞 但是 我又聽到另外一個八卦 我們要聽 聽說 這位先生 聽說你個性很殘暴 看起來不像啊 很殘忍火爆 對 而且很愛打架 在家裡呢 你不要以為 他跟那個小鳥 不是有養寵物 不是跟小鳥玩 是拔小鳥的翅膀 就直接嚇人了 我真的來講 好壞喔 要不要解釋一下 沒有 都沒有 哪裡有拔那個小鳥的 沒有 這個是我自己家的啦 這個很恐怖 這不能害 對 我們會說你愛打架 個性殘忍不是沒有原因的 喔 因為你的臉上有很多八 喔 就這樣仔細看 有圖為證 現在就開始請解釋 好 第一個 這是這個 這是中間那個 是小時候踩 在家裡踩到那個足球 跟爸爸踢足球 然後一踩那種 就撞到一些腳 喔 撞到桌腳 對對對 然後這裡呢 這個演講 這個呢 這個 這兩個 是一起的 一起弄到的 是撞到 對也是踢足球 那是中學那個時候 就撞到你的額頭 然後撞到我的額頭那個時候 那個人倒下來就咬到我這邊 真的啊 就真的咬下去啊 對一次有兩個 但是那個人完全沒事 他完全沒事 真的啊 他牙齒也沒斷掉嗎 沒有 然後你下巴反而 留下巴 這一個 然後這邊一個 然後中間這個就是很倒楣 有 小時候 在一個巷子裡面去買 買路變攤那個時候 就有人 你也吃路變攤 你那麼紅也吃路變攤喔 跟我一樣說 我 五六 五六歲那個時候 不紅 那那個時候 就有人 很沒有功德性的人 丟玻璃 丟玻璃啊 所以從一個大樓那個 丟玻璃下來 為什麼會有人丟玻璃 為什麼會有人丟玻璃呢 這我也不想 他丟玻璃 所以直接就從這邊畫下去 對對對 就打到這邊 你有沒有覺得 鄭中基的那個巴跟某某人很像 我覺得很眼熟耶 蛤 很眼熟喔 那愛什麼 那愛什麼 對啊 這麼說他也是我的情敵 後來真的這樣切掉 對對對 這樣子 下巴 這是跳水那個時候 跳水那個時候 跳到那個水 那個底啊 就是我 我不知道是那麼淺啊 我就跳下去 然後就 就撞到喔 就是臉朝 臉朝地 對對對 然後最後這個 就是我 也是游泳 但是是上 是從游泳池上水的時候 滑到 OK 而且綜合一個結論 對 綜合一個結論就是 以後大家看到鄭中基走路 請讓他三分 因為他會讓他跳到 這是有 你的臉好脆弱 這個人的命 每一個人的命 他像他這個天生啊 就會遭到很多外物來襲擊 對 要小心有一天 那個運石啊 掉下來的時候 這個就是 剛好新的 這個是新的 這個新的 是不是我們看到那個八卦 沒有辦法跟人家打架 不是不是 這個是拍 你是被砍的對不對 不是 那是被一個 那個木板 那是被一個木板 被木板打到頭 我跟你講 有 有畫面 我們拍那個時候有拍到 有拍到畫面 真的有進去的 為了證明他說 我絕對不是跟人家打架的 而且我們剛好畫面都拍到 以前玻璃掉下來 我們不可能有攝影機跟著走 對啊 但是我天生就是這麼倒霉的人 我天生就是會碰來碰去 你看 我這一次連拍MTV 剛好還拍到 還我清白 我們看一段 這段 MTV的 受傷畫面 OK 唉唷 Oh my God 我們現場的好多的小女生 都差點出來了 那要不要 正中機要不要講一下 你當初那個Code到 你知道人被嚇到已經覺得很害怕了 尤其是Code到那一剎那一定很氣 沒有 我就是自己看那段 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很快 因為剛才看到就是我 把一些雜誌放上去那個時候 它掉下來那個時候 我還是在拿雜誌 我沒有看到那個 就打到了 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也不曉得 有沒有流血 有 有沒有瘋了幾針 五針 有沒有哭 沒有 但是我一定哭了 那個時候 比較餓 運氣算不錯 因為他低頭在拿輸 你要知道 他如果把頭剛好抬起來 從這邊下去 他眼睛本來就已經夠小了 其實我覺得他都蠻新的 然後眼睛已經很小 然後他又 一到醫院裡面去 然後又要縫 整個縫起來 從此以後眼睛看不見 那麼剛剛我們聽了這個 鄭中機跟我們解釋了 幾樣事情之後 我們對於B問考打 這方面比較差 對 真的嗎 我們一定要連接 2100全民八卦總部 接Call in嗎 接Call in好不好 好 來請進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民八卦 我是郭濤 哪個濤 濤 濤的東西濤 鄭中機 你好 你好 是 大家都很好 是 我們是有一位Call in進來的 是我們的 他有說到 他說 聽說你爸爸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 是不是 蛤 是不是 還懷疑你爸爸是誰都不曉得 是 太好了 你爸爸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聽說你的爸爸是我們保麗龍 唱片同時 亞洲的總裁 聽說當初要幫鄭中機出唱片的時候呢 全體員工三千多名員工投票的結果是高票通過 不幫鄭中機出唱片 但是 你不要笑 但是你爸爸獨牌綜藝 準備了一億元的港幣準備來賠 培養鄭中機的歌曲 所以 所以在一億元的這個利誘之下呢 全體的員工才勉強幫你出唱片是不是 不是 不是 是更多錢 三億元 是不是 所以說今天我們的Call in的主題就進來了 到底我們鄭中機長得怎麼樣 我們Call in的專線 0806449 M06459 是 我們打電話進來 第一位接通了 是 健康路的健骨頭 健先生 是有話清楚 是太好了 第二位 是我們這個 在高速公路打行動電話的高血壓 是 謝謝 是 第三位是新店的心臟病 新先生 哈哈哈哈 是 太好了 剛剛我們這個數據待會會公佈 剛剛有一位從日本找稻田大學打來的 找洩藥 要說 哈哈哈 他說 他強調了 其實鄭中機長得並不醜 只是長得像 馬來摩 哈哈 馬來摩可能大家不曉得長得怎麼樣 我這邊有數據 大家看清楚 五 哈哈哈哈 是 馬來摩就是長得不得性 但是 我們也謝謝這個找教授 情緒激動的言論不要再出現了 不能做人身攻擊 好我們這段現場趕快交給菲哥 哇 我們的郭涛真的太辣了 而且郭涛他是這樣 他利用這種不在現場的職權 對啊 他就對人家那種拷問 而且是完全主觀 太過分了 根本就不跟人家講話 我覺得要當面對止才可以 當面對止 我們請郭涛先生出場 謝謝 謝謝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是 我們今天現場又開拔到我們華視的攝影棚 好 是 我是歡迎收看2100全民八卦 我是郭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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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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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可以說訪問到我們的當紅詐集志鄭仲基是八卦人物 聽說你這個流年不利這個八卦不斷 但是我這邊有你的一個命盤 這個是我們專門請教一個是 算命盤的專家叫算不準算先生 是 是 他提供了這個命盤 我現在解讀給你去 比如說你是1972年3月9號 雙魚座生的 對不對 對沒錯 是 答案就對了 所以說雙魚座的人今年是本命年 也有談男化心啊 入了你的事業工很不利 為什麼呢 因為魚會被狼吃掉 狼被魚吃掉 魚水之昏 狼虎之年 是 魚與狼長不可兼得 是 總而言之 對你的事業很不利 你對這種看法你自己有沒有什麼反駁的事情 是 他自己已經不反駁了 他認為這半年發生的事情對他太不利了 另外還有一個算紫微斗數的 可以說是從澎湖的捧工玩捧先生 是 我們是尊稱他是大師 捧大師 他也算過你的紫微斗數 他認為 你最近啊 這個也是流年不利 喝水會 喝水會槍到 吃飯會噎到 走路會跌倒 走演藝圈會落入圈套 所以說 他認為你下個月可能會有雪光之災 會去割雙眼皮 那麼再下個月呢 會有皮肉之苦 會去拉皮 是 針對這一點 你認為怎麼樣 是 他在心中 已經認為 他本來下個月就要去割雙眼皮 再下個月要去拉皮 所以說他想的話 是相當的針對這題的主題 太好了 不管怎麼樣 剛剛所講的都是壞消息 我們現在要講好消息了 喔 終於要好消息了 是 好消息就是好事多麼 不管你怎麼樣的話 我相信所有的昨日種種 譬如昨日死 今日種種 譬如今日生 我相信所有的歌迷都會支持他 對不對 對 沒錯 太好了 那麼我相信你最近要到這個 ICRT上班了 這個聽說你跟林慧平的這個感情中 欸 郭涛 郭涛啊 是 拜託你不要把對象都整個 扒到最後八卦 把他變成男主角去 是 這個我們潘先生講話 張先生啊 是 張先生 是我們菲哥講話 好 既然這個講到菲哥我們支持你 謝謝 是 講到菲哥我們就來講一段 自從上個禮拜 我們披露林慧平的戀情公開之後呢 我們菲哥可以說情緒低落 林慧平他戀情有發展 但是我們菲哥他也沒有閒著 怎麼說沒有閒著 因為菲哥是利用打高爾夫球的機會 交女朋友 而且還在高島屋吃飯 還送人家高麗生 真是高攀 不是 套一句俗語叫做高竿 太好了 那我們現在電視機前面的觀眾先不要call 我們開放現場的觀眾朋友call 現場的觀眾朋友 這位 是 來 站起來 是 有什麼話講 是 這是我們長春路來的 常病毒 常小弟弟 是 常小弟弟你有什麼話要對菲哥講 是 太好了 他的意思是說 菲哥 你交女朋友都用這一招 能不能換另外一招 是要換哪一招 是 打棒球 是 打棒球 他是把年紀的骨頭都閃了 你還是叫他打高爾夫球 謝謝 謝謝 太好了 太好了我們再接通另外一位 這位 這位 是 你有這個意思要跟菲哥詢問 是 來自我們這個 通話街的通魯丸通小妹妹 是 不要笑他的名字 他是很珍重的 要問菲哥這段戀情 是 是 他這個講得相當的好 他剛剛情緒激動的原來 對人生對菲哥有攻擊 我們這一段已經消音了 謝謝 謝謝 太好了 那這一個問題 我請問鄭仲敬 你對張飛 還有這個林輝平的戀情 你覺得會不會有結果 是 他心中已經覺得說 不可能會有結果了 太好了 那麼今天可以說是完美的結局 不要再做無謂的犧牲 無謂的犧牲黨 好 那我們待會下個禮拜 我再來聽聽觀眾朋友的聲音 不要回來 我會走開 莫名其妙 我覺得 個人言論 一扒三千里 我以為他出來 要讓我們鄭仲基說話 結果都是他在說話 鄭仲基又變成姓潘的 對啊 然後他又介入到林輝平 然後最後叫我姓潘的 這個郭涛真是莫名其妙 這是太八卦了 剛才我們從頭到尾 都八卦了一下鄭仲基 我們真的要開始給他說話了 是 第一個就是說 最近報章雜誌 這半年來 我們鄭仲基是越來越辛苦了 剛剛有說了這個 壓力很大 記得前幾天在記者會裡面說 還掉下了眼淚來了 我們看了都非常難受 因為我菲哥也是你忠實的歌迷 謝謝 那這段時間這種壓力 那怎麼樣去 你應該了解 怎麼樣去調適他們 怎麼去調適 因為我想太多 然後我覺得就是想太多 然後我現在 現在我覺得就是 就是 接受 接受 自己 是一個公眾人物 因為我從來沒有把自己 當成一個公眾人物 嗯 現在要把自己當成一個公眾人物 是會受到很多人的注視啊 這樣子 剛剛 謝麗菁講的意思 請大家給你鼓掌 就是希望你能夠 把它看開一些 因為 像你這個 對藝術的這些素養 歌聲這麼好聽 如果沒有一個很快樂的心情 它的成績也沒辦法達到頂點的啊 謝謝 我們覺得 這個 身為一個亞洲 這個歌曲的偶像 亞洲新天王 喔 新天王 啊 一定要去承受這樣的壓力 那沒有關係 我想所有呢 我們全國居民同胞 還有全球的華人 就是支持你的歌名 絕對會支持到底了 好 謝謝 謝謝 今天非常地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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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休息一下再次呢 我們的龍虎綜藝王